炮弹击落 炸出滚滚烟层 以色列总理纳塔也胡宣布 战时内阁一致决议 进攻加萨南部边境 最后一片净土 拉法的东部地区 以色列先以空袭炮击 再出动地面部队和坦克 正式展开进攻 预计将在几个小时内 完全控制拉法 一军空头传单 呼吁十万加萨人赶快撤离 拉法居民被迫收拾家当逃命 同时也怀疑到底还有哪里可以避难 飞弹击落 猛烈爆炸照亮夜空 在紧邻埃及的加萨边境关卡 则传出阵阵枪响 为了阻止进攻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和纳塔也胡 通话半个小时 明确表示不赞同行动 却又一次被纳塔也胡无视 以色列国防部长还向美方表示 这次行动势在必行 别无选择 在此之前 伊哈持续展开停火谈判 但对于人质释放和停火时间 双方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伊军仍无可忍 先一步展开攻击 下得哈马斯火速表明 同意停火协议 希望以色列收回成命 哈马斯同意停火 拉法居民高兴地上街欢呼庆祝 以色列人质家属也情绪高涨 认为这场战争快要结束 但以色列却无视哈马斯的协议 按照计划轰炸拉法 伊军炮火袭击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署 却表示不会撤离 同时警告进攻拉法 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记者吴嘉恩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零 committeerem很 들어온 meinem discuss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d